今天我們所前往的地方 早年曾是一間暗藏情色交易的溫泉會館 開在溫泉箱的一間會館 卻在某個晚上 傳出情殺滅絲事件 溫泉會館中的其中一名小姐 也因為與客人發生感情糾紛 獨自穿上紅衣服走上三樓某間房內上吊自殺 據說電視節目來此地都發生了許多靈異狀況 而今天將由我的團隊在農曆七月帶大家來此地一探究竟 我來看一下 這裡是廁所 這間廁所的鏡子已經拆掉了 感覺這個玻璃好像是有被刻意砸碎的感覺 怎麼了怎麼了 沒有螞蟻爬到腳上 你要趕快走一下 動一下把那個螞蟻動掉 要走路要走路 不然他會亂爬 因為腳不能停下來 因為他這邊的環境真的很差 這一次探險 真的是很客難 Abi我們之前去的地方好像還沒有那麼髒亂過 對啊 而且沒有那麼多蟲 因為剛下破了 真的蟲超多的 蟲都跑出來了 因為我們剛攀錦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 對啊 這邊我過來看一下 欸Abi 這一間剛才沒有進去過欸 會不會紅衣服只在這一間裡面 不好意思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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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在這裡嗎 我嚇到了 在這裡喔 還有一個假髮 小逸你過來一下 我們找到了 等一下 你現在 而且 要不要踩 因為他地板有一些 內衣褲的東西 等一下 結果真的是這一間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對 我剛剛被他嚇到了 好恐怖喔 你叫我進來看 我剛剛被他嚇到 一個人站欸 而且他地上 就是那種 女生的 衣物 貼身衣物 可是 Abi 你知道我剛才是有什麼想法嗎 我剛才就是走到這一間門口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覺得 這一間好像一直沒有進去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進來 然後我才跟你講說 欸欸欸 這一間我反應了 等一下 那邊好像一直有一個聲音 欸我被他嚇到了 小心小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邊側軌機 走回 小心小心喔 好 小心腳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好了 不好意思 還有內衣在地上這裡 這邊超恐怖的欸 他怎麼會把衣服掛在這裡啊 頭髮啊 衣服都掉了啊 衣服就在地上啊 他內衣 內褲 都在這邊啊 然後上面這裡就只剩下假髮 Abi你剛才進來的時候 看到應該嚇到吧 對啊我就被他嚇到了 超詭異的啊 就突然走過去 小易就比較幸運 因為是我叫他進來 不敢看到欸 他已經知道裡面可能就有什麼東西了 這也是房間 可是那邊 就進不去了 他門擋住 卡掉了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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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裡面有好幾隻 那邊就不要進去了 那邊就不要進去了 非常多隻的蝙蝠 真的假的 等一下 我拍一下就好 有沒有看一下 叫我顧一下 哇好多 對 一少三隻 很多 都在裡面 串來串去 對啊 先往裡面走 我這邊環境超差的 他地上全部都是蟲子 很多是蝙蝠 欸你腳這樣踢一下 你腳都有爬蟲 爬那個螞蟻上去了 對 這裡似乎也是一間房間 但是已經燒到 看不出來他一門是什麼 這一間也是 三樓一直有反應 啊停了 這裡是不是火災過 你看他那個地方又不倒 對啊我就 想說 應該是火災過 然後 很多東西就已經被燒毀了 所以就是跟當時電視節目 他們來拍攝的時候 就有點不一樣 可是 Abi 剛才我們其實 勘查的時候一直發現 沒有看到紅衣服跟假髮 我們就是想說可能 這一次就是找不到了 可能已經毀掉了 對 然後剛才又被我突然間 無意間 想要進去那一個房間裡面 不然看其他的房間其實都是 長草 對啊 都沒東西了 都沒東西了 然後就 唯獨那間剛才就是很吸引我想要進去 然後就是 害你也嚇到 因為你一進去一轉身就看到 然後 假髮在那裡 你看這個整個就是 叢林啊 對啊 這真的是叢林 好像有蜘蛛喔 這邊要鎖進去 好啊 這邊要鎖進去 因為 他這個 已經都變樹林的感覺了 蜻蜓 下雨的關係 就有很多 蟲類跑出來 好 我們往回走 我們往回走 Abi 他有火災過 沒錯 他這有些東西都燒黑了 電線 應該是 你看他門板的那個 有可能是當時電線走火 他可能是因為 火災 然後才廢棄的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廢棄之後 發生事情 廢棄之後 然後 火災 哦 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是廢棄之後才火災的話 那這樣子就不是電線走火 就可能 都要是 什麼狀況 對啊 可是上面這邊 這樣子 遊民應該不太 不太可能會上來 他們要上來一定也是 在二樓三樓而已啊 不可能上來到這裡 這邊也是房間 其實他這裡房間的格局還蠻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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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的 你的腳要小心 對 這邊你好下去嗎 我是可以 你試試看 嗯 這真的超高的耶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Abi 你讓小E幫你扶一下好了 可以了 小心喔 你要小心這個勾 那你幫我拿著這一隻一下 可以了 謝謝 謝謝 這裡超危險的 感覺到處都是5T 因為他那邊有一個 鐵的東西 如果不小心刮到的話 可能就流血了 然後在這種地方 最好是不要有 流血 因為 這樣子 反而更容易吸引一些 靈體靠近 而且樓上還有蝙蝠 對 樓上還有蝙蝠 他那間裡面 好奇怪喔 有點像是那種 電影啊 或者是 早期香港片那種 就是 比較陰的房子 他裡面就是會聚集一些蝙蝠 然後都在特定的房間裡面 這裡有衣服耶 隔穩的 他衣服都 被泥土蓋住 他有鞋子啊 這都是小姐他們的鞋子啊 都高跟鞋 那掉下來的泥土 布蓋住 對啊 現在大家如果聽到一個流水聲的話 其實是因為旁邊他們 溫泉會館 他們都會有一些排水的東西嘛 然後就會聽起來很像是 瀑布的聲音 但其實這邊 附近其實是蠻安靜的 就只有那個 溫泉會館 所排出來的水 會比較吵雜 我們現在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 然後我現在要帶大家來的是 就是 剛才我們勘察的時候 有發現到這邊 有一個廢棄的 一層群的 建築 然後 還蠻恐怖的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樓梯 超詭異的吧 就是 通常像這樣子的感覺 只有在山區 才可以感受到 他的恐怖 我真的要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 建議大家 農曆七月 先不要來 可以等之後再來 因為 他這邊的氣氛真的 非常的不一樣 今天主要是要拍那個 廢棄的溫泉會館 那這邊我只是想要讓大家 順便看一下 這裡他還有一個廢棄的 建築 他這裡大概有四五間房子 都是廢棄掉 但 他要拍攝有點困難 因為他整個裡面 都已經崩塌掉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 準備要離開 因為 Abby剛才 他好像有不小心刮到吧 然後 小義他們就是 現在在用濕紙巾擦拭身體 因為剛才裡面 環境很差 都被蟲子 趴的整隻腳都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 準備要離開了 喔喔喔喔 差點滑到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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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